耶稣会士到路德宗和亚明念提出所谓的中间知识 这个中间的知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中间的知识就是说 有一些知识是绝对的知道的 有一些是自由的知识 但是有一些是中间的知识 上帝要根据第二音第三音才知道的 就像试验亚伯拉罕一样试验他 所以那个知识是上帝现在不知道 将来可能知道的 这就是敞开神学的其中的一个主张 上帝有所不知 根据人的反应 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况的发展 那个结果到底怎么样 上帝也不知道 如果是那样的上帝的话 那个就不是圣经里面的上帝 不是全能的上帝 全知的上帝 不光是知性上软弱 在拯救各方面能力也是软弱 他就没有资格做上帝 他不完全 不管是知上不完全 能力上也必然不完全 所以中间的知识是 实际上是否认上帝的无所不知 有些东西上帝根据随机的反应 之后才知道 所以那个事情如果不这么发展 变成另一个 那个上帝不知道的 最后一听到 不停的 是否认上帝